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只狗狗捡到四只小猎豹 并送它们回到野外的故事 丛林赤子星 班吉是一只灵犬 同时也是一个超级动物明星 一次他和训练员捕鱼时遇到了风暴 训练员被营救队伍救走 但班吉却流落在外 他很幸运地飘到了一片海岛 在岛上 班吉亲眼目睹了一头猎豹被捕杀 他发现这头猎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回家心切的班吉本想掉头就走 但看着几个小宝宝可怜的样儿 他又实在不忍心 无奈之下 班吉暂时担任了他们的监护人 为了给几个宝宝捕捉食物 班吉追着一只野兔来到他的窝 但是看着野兔冰死的可怜眼神 班吉又十分不忍心下手 最后班吉放弃了捕杀野兔 闻着味儿去到了猎人家 偷走了猎人辛苦打来的野鸡 就这样他们终于饱腹一餐 第二天 他再次去到猎人家想偷食物 却被猎人逮个正着 猎人看到了班吉脖子上的名牌 认出了他的身份 将他拴在树上 准备带他去领赏 因为班吉的主人正在四处寻找他 随后猎人进了屋 没想到一匹狼竟然悄然来到附近 他看见了被拴住的班吉 于是对班吉发动了攻击 班吉逃跑时故意把火架子弄倒 猎人听见响动 拿着一把枪跑出来 灰狼吓得落荒而逃 猎人把班吉脖子上的绳子解开 一个不留神就让他给逃走了 还顺走了一只美味的肥山鸡 班吉叼着山鸡回到小豹子的窝 发现河边睡着一只陌生的母豹 但搜救队飞机开过来吓走了母豹 班吉本想向飞机求救 但一想到几只小家伙还没着落 他又放弃了 他打算找到那只母豹 将几个小家伙交给他照顾 没想到被灰狼一路跟踪 头几次都被机智的班吉逃脱了 这次班吉遇见了一头熊 棕熊发现了小豹子的藏身地 班吉为了引开棕熊 跳出来朝他狂吠 棕熊才朝着班吉追去 好不容易躲开了棕熊的追击 又遇见了埋伏的灰狼 班吉将灰狼引到了棕熊的位置 再次逃过一劫 很快呀 班吉追着母豹的棕迹来到河边 但是几个小家伙实在太小了 根本不能自己蹚过河水 在班吉的鼓励下 最终他们顺利地过了河 这时救援队的飞机来到了河边 看到主人从飞机上下来呼唤着自己 班吉也十分渴望回家 但小家伙们也需要他 班吉十分纠结 主人呼唤无果也只好离开了 飞机离开后 一只突救飞了下来 班吉拼命保护小家伙们 但还是被突救叼走了一只 班吉带着剩下的三个小家伙 继续追踪母豹 终于他找到了母豹的位置 可是母豹二话不说 就朝他追过来 班吉本想引他去到小豹子的藏身地 但不小心一脚踩空 差点掉下山崖 等他爬上来 母豹又没了踪迹 失落的班吉回到了小豹子的藏身地 但很快他再次捕捉到母豹的气息 班吉将下山的唯一一条路绑住 当他准备将小家伙们 带到山上去时 却发现灰狼来到了这里 班吉引他去到自己 差点掉下的山崖 灰狼果然上当 一脚踩空掉了下去 随后呢 班吉将小家伙们 一支支从悬崖带到山顶 此时母豹也来到了岔路口 他被挡住了下山的去路 只好朝着山上走 就这样母豹如班吉所想来到了山上 他看见了班吉和几只小家伙 也终于明白了班吉的意思 最后母豹成为了小家伙们的新归宿 而班吉呢 也重新等待着搜救队的到来 这部电影虽然比较老了 全程啊 也几乎没有什么台词和人物 但动物们真挚的神情 十分令人动容 不像现在的很多片子 虽然特效厉害呢 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假的 更加不会让人觉得感动 所以啊 用新的电影才会被人记住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